航空母舰是现代战场上的王者,也是每一个国家梦寐以求的战争戾气,作为一个海上移动机场,无论是战斗机,攻击机,直升机还是预警机,航母都可以搭载,夺取制空拳,执行对地对海攻击等作战任务,统统不在话下,次二战以后,就没有一艘航空母舰,在战兵中被摧毁。 那么摧毁一艘航空母舰有多难吗? 首先航母不可能单枪匹马的战斗,是要由多种护航舰艇组成航母战斗群,要想攻击到航母,首先要面对护航舰队组成的保护吧,以美国尼米兹航母战斗群为力,首先需要用两艘起到部位中枢作用的旗舰,导弹巡洋舰,之后是两到三艘导弹驱逐舰,协助巡洋舰进行防空,对地,反舰。 和反舰作战,其次需要一到两艘攻击型和潜艇,不仅可以潜伏在大洋深处执行警戒任务,还可以有效执行反舰,反舰和对地攻击任务。 最后是整个舰队的保姆,一到三艘补给舰,可以为整个航母战斗群,提供后勤补给政务。 除了战力强大的护航舰艇,航母本身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 一米兹其航空母舰,此身搭载有箭摆架各种作战飞机,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。 在预警机、直升机和战斗机的配合下,不仅探测距离非常远,攻击能力也很强大,解决到这些灵活的战机,就够人头疼了。 解决到舰载机就是航母本身了,一米兹其航空母舰,本身就接近于坚不可吹。 其微型甲板就是厚大帮你的特种缸,还有一层厚度为10毫米的复合装甲,自身防御能力优异。 除此之外,一米兹其航空母舰,还有两千多个水密舱,就算是遭遇到反舰导弹和重型鱼雷的直接打击, 也可以依靠这些水密舱保持舰艇的安全,不至于直接沉没。 在2005年,美国曾经拿一艘退役的小鹰级常规动力航母做过打击实验, 流出消息称可以抵挡数十枚重型鱼雷或导弹的攻击而渡沉。 迷你自己航母比机小鹰级更加先进,相比防护力也更加强大, 机船航母困难重重,不过在战时也不必一位追求机船航母, 只需要破坏其飞行甲板,就能让航母失去战斗力,达到和机船相同的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贴近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